多谢你,Jeff,我们可以问几个问题 咱们先问一下Berkeley Loveless,NBC新闻媒体报道 好,多谢你接受我的问题 我想说一下,Valensky医生说呢 我们这一周的死亡数据比上周上升了40%左右 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死亡数据延迟了还是 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确诊病例 所以我们看见有更多人确诊 好,那我们看见现在很多人 有可能我们死亡数据上升是因为Delta 之前有些人Delta确诊了 而且现在他们死亡 那我们要看一看下面这几多数据 才能真正关注Omicron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杀伤力 那我们应该有可能在Omicron这方面看见一些死亡 不过呢,现在这么多的死亡应该是从Delta而过来的 然后下面是Alison Albury,NPR新闻媒体 不好意思,刚才我静音了 周姓,其实我的问题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问关于口罩质量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现在我的女儿呢正在学校里 而且学校呢给他们一些N95的口罩 所以他们也是希望大家都开始戴这些质量高的口罩 那这个能不能让我们现在 口罩缺乏的问题会更加严重呢? 而且我们能不能把足够的N95口罩提供给医疗工作人员? 我们当时进入到办公室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所做的就是 其中之一呢就是增加我们生产口罩的速度 这是为什么今天呢 我们有这么多N95口罩提供给大家 政府也收集了很多的N95口罩 我们收集了差不多7.5亿口罩 来准备好送给医疗工作人员 那CDC的Wilson医生可以说一下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话 而且呢 我们看见 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口罩 包括N95还有KN95口罩 那现在我们建议大家 来看看怎么样能做出更加高质量的口罩送给美国人 我们要跟随一下科学 来看看CDC怎么样领导我们 不过呢 知道这个是我们还想 改建的 做得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式 好那我们现在 建议大家说 戴口罩比不戴口罩更好 那我们建议所有的美国人戴 好的一些口罩 那我们在这方面的新冠 抗新冠行动的建议都不会改变 不过呢我想让大家准备好 如果大家想看见我们在口罩这方面的推荐 或者是看我们用什么改变我们的推荐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网站 我们当然是希望 请用给美国人最新的最好的 关于口罩的消息 而且要选择什么样的口罩是最好的 好多谢你下一个问题 下面是Jeff Mason路透社记者 好多谢你早上好 Jeff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你想看看更多的方式 看看怎么样把更高质量的口罩 提供给所有的美国人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更新的数据 说你什么时候会向国会请求更多的资金 来给你们买口罩 好多谢你这 好那口罩就像我所说的 我们现在正在考虑怎么样能生产更高质量的一些口罩 提供给所有的美国人 那说钱这方面吧 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来反抗Omicron 就像总统所说的 我们需要全力以赴做我们所有可以所做的来打败这个大流行 而且我们如果需要更多钱的话 那我们在某个申请阶段会申请更多的资金 下一个问题 好 Zeke Miller AP 好多谢你 首先过去这几周呢 有很多人问关于检测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私人保险公司要报销检测盒 还有联邦政府的网站 联邦政府的网站是不是马上就要爆出来了 而且大家什么时候 而且怎么样应该在家里做检测呢 是不是你被你接触一个确诊的人 你要做检测还是你要每周做检测 那第二问一下Volensky博士 那现在我们有个报道 这个报道他们有公布出来 就是对比一下Omicron还有流感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些病毒 而且他们会对比一下 它的危险性或者它的伤害伤力 他们要决定一下 这个大流情会不会改成流行 好那我们让Volensky博士说一下 美国人什么时候应该做检测 好那首先 如果美国人有病情的话 而且这些病情呢 跟新冠病毒的病情是相似的话 这个包括发烧或者咳嗽 或者你的肌肉痛 或者他们接触到了一个人 而且在几天之内有些病情 或者是你要马上跟家人聚会了 或者你要去一个大众的聚会 而且这个聚会上包括了一些抵抗力有问题的人 或者是年纪大的一些人 那如果你没有打疫苗的话 或者没有做出足够的防护措施的话 你应该考虑一下作为一个检测 那说这个调查 不过这个调查只是对比一下 Omicron还有Delta 还有其他的一些打击呼吸器官的病毒 那所以这个不是直接对比一下 Omicron还有其他的呼吸病毒 不过我可以跟大家说 Omicron现在正在上升 不过在这个同时我们要看一看 如果这个Omicron变成或者是新冠变成了一个流行的话 特别是在美国 那我们会看一看病例到底是怎么严重 而且住院数据还有医院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 下面是Sabrina Siddiqui 华尔街日报 多谢你借我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关于一个学校检测的问题 增加学校检测盒的这个问题 那这些检测盒呢 你已经送给幼儿园到12月份的这些学校了 不过我想问的就是公立学校 他们能不能拿这些检测盒 还有私立学校能不能拿这个检测盒 而且这些检测盒什么时候会拿出来 你跟某些公司是不是已经签合同了 而且这个程序是不是继续在进行的 好那我再往后退几步 就是有很多学校呢他们已经拿到政府给他们的检测盒了 那这个是多谢因为我们刚开始啊 所说投资了100亿美金 从拯救美国计划拿出来的资金 就从中国学校了 而且这个是完全针对于让他们做检测的 那所以我是希望学校可以来使用我们所有实验室的能力 同时呢CDC还有教育部门正在看看能不能拿更多资源来帮助学校 做出检测 跟这些做检测的人一起沟通 我们已经给他们足够资金了 而且我们是希望他们来使用 那总体来说呢 我们每个月都会送出来差不多1000多万个检测盒 而且这个会 让很多部门包括卫生部门还有CDC 来看看怎么样来做出更多的行动 那我们去年呢做出了很多的行动 不过呢Sabrina我们之后会跟大家说 具体是哪个学校可以拿每个月拿这个其中的1000万多个检测盒 好 下个问题 Shayenne Haslett NBC 好 多谢你 我的问题也是问一下学校检测 那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拿出来100亿美金送给学校让他们做检测 不过我们看见还是有些学校呢他们在关闭 所以呢我想问的就是你觉得这个1000万多个检测盒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具体是说一下我想问你们觉得学校怎么能有效的来使用这些检测盒 而且怎么样能保持需要打开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我们有足够的资源 我们通过整治美国计划拿了100亿美金 而且我们每个月都可以给学校提供1000万多个检测盒 我们在11月份呢举个例子 10月份做了很多的检测 不过总体来说 我觉得总体你要考虑一下学校的反抗疫情问题的话 看看怎么样来保持需要打开 我觉得我们要让Walensky博士来看看怎么样学校可以最出色的保持打开的状态 好 多谢你 我想提醒给大家说 我们在秋天的时间呢看见了Delta上升非常厉害的一个现象 那当时呢我们看见99%的学校呢都打开了 大家小孩还是在学校里待着 这个是在我们有给小孩打疫苗这个可能性之前 现在我们可能所做的就是一个出色的一件事呢 就是给我们的小孩还有年轻人打疫苗 而且我们可以让他们做出很多不同级别的反抗新冠行动 可以让他们在学校里戴口罩 而且让他们学校呢有更好的空气流动 给他们提供更多的资源 好 下一个问题 好 几个问题 下面是Joyce Freedon Medpage Today 记者 你好 多谢你接受我的问题 昨天国会有一个会议 Janet Woodcock 她提到 就是说如果你要让大家理解说大部分人都会得Omicron 很多人呢会非常困难的接受这个现实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你这个政府到底在想 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说我们是不是所有人差不多很多人都会得到Omicron 而且在这一次病毒高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得到Omicron 还是我们等到这个Omicron变成流行的时候呢才会结束这个现实 多谢你的现实 多谢你的问题 那Woodcock医生他刚才所说的就是最终我们大部分人会得Omicron 不是说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因为Omicron而生病 那记住他说的是一些数据就是我们大家都看的数据 就是说这些打疫苗的人得Omicron 还有打加强症的这个这些人呢 对比一下没有打疫苗的人看看他们住院的可能性 还有什么可能性是降低了很多 不过在Omicron这方面呢就像Walensky博士 刚刚所给大家看的一个数据 我们就会看见在这些打疫苗人的身体里 而且打加强人的身体里来说呢 新冠病毒会导致非常低的一个病情非常轻的一个病情 那像我之前在发布会上所说的 从白宫里做的发布会上所说的 就是我们其实不能完全终结这个病毒 我们在Smartpox这个天花病 我们终结了天花病 不过呢 我们当时看见我们使用了疫苗来消灭这个病毒 不过现在呢是我们要看看能不能控制这个病毒 就是把这个确诊病例呢 降低到非常低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昨天那个医生所说的就是 早晚大家差不多都会接受到新冠病毒 不过如果你打疫苗 而且你打加强人的话 那你生病的可能性是非常的低 这个是他所说的 好 下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了CBS记者 多谢你凯文多谢你打今天这个电话 好我想问Valaxy博士一个问题 因为你说过你没有什么计划来改变一下戴口罩的一个标准 不过我们也想知道 这个也会保护其他人 不过我想问的就是为什么对美国人来说最好的口罩不是可以最出色保护美国人自己的口罩呢 那我想问一下关于再次得Omicron的一个问题 有些人呢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之前得过病毒不过会再次得Omicron 好Valaxy博士第一个问题你可不可以来回答一下 然后第二个问题Valaxy博士可以回答 好 那多谢你问这个问题 那我们正在看一下我们全新的信息 而且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会更新关于口罩的信息 那现在这个口罩信息的确是需要更新 不过我可以说最好的口罩是你最会戴的一个口罩 好 就是你可以在室内所戴的一个口罩 这个口罩是你应该所戴的 那我们应该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更新的信息 就是说哪些口罩是最出色的可以过滤 过滤空气包括N95口罩 而且我们会跟大家说一下哪些口罩是最最有效的 不过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 最良好的口罩是你会戴的那个口罩 好 福吉博士 多谢你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方面要关注一下 那从南非洲有一些数据 就是说如果你之前得了新冠病毒 得了Delta或者Beta的话 那你有更高的可能性再得Omicron 这个是对比其他的变种病毒 这个是你问的问题 不过呢你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得Omicron 而且你恢复了 那你有多大可能性的再得Omicron 那在这方面没有足够的数据 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 不过我们在收集更多数据的时候呢 会有更多的信息 好 多谢你 我们期待在下一回上跟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